欸 那是什麼 Yo What's up 沛隊 我是劉沛 Pierre 歡迎來到我們最新的系列 劉沛 Try Try 看 耶 第一集就已經有特別來賓 就是 Kobe 大家如果有看我們之前的影片 跟Kobe一起去旅遊啊 或什麼的 然後一直說 Kobe 我們什麼時候要拍影片 終於可以拍了 而且這一次是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今天要試試看的 就是我們兩個最喜歡的 啤酒 耶 好 我們這個遊戲非常簡單 倒啤酒在杯子裡面 要猜出來到底那個啤酒是哪一個 那我們今天有的啤酒就是 新加坡來的Tiger 日本來的Kirin 還有Asahi 台灣來的台灣啤酒 青島 這個待會再講 荷蘭來的海尼根 美國來的Kobe Budweiser 喔 哇 這個你覺得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但我猜這個應該是Seven的啤酒 大家知道的話 以下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開始之前 先問問看 Kobe 在這八個裡面 你最喜歡的是哪一個 嗯... 百味還真不錯喔 但我已經在台灣過了兩年 我已經習慣了 台幣 所以你最喜歡的是台幣 是 我選的話 台幣很不錯 但是我可能最喜歡的是 Asahi 就看看待會選的時候 你能不能猜得出來 你最喜歡的台幣 我應該會 我媽很厲害 真的嗎 你很厲害喔 好啊 影片開始之前 未成年不可以喝酒 我們的杯子已經準備好 別打我 我一定不會打你 Pierre 你還在嗎 我這樣子好看嗎 非常帥 這個聲音 好聽嗎 嗯 其實我不認識這種 其實這個我也不認識耶 還有他們兩個我沒有辦法分 這兩個很難 這個我也不熟 好 那我在1號開始 好 非常帥氣 我覺得台幣 好像一個考試 我喜歡考試 對不對 2號 山的 一定不是海尼根 因為我認識海尼根的口味 它有點甜 喔 OK 我覺得不是白胃 所以可能是他們兩個日本兄弟 我不知道 因為不會分 那我等一下 好 這個 沒有口味 你說像水嗎 對 哪一個是水 我不知道 等一下 好 好 他好專業 他先聞一下 然後再喝 我是直接喝的 很難 我知道 很難 我知道很難 蜡號跟蜡號差不多 OK 我覺得最難的部分 是因為我們剛剛開始 只是沒有先試一下 完全用我們以前喝過的記憶來評 這個一定是日本的 OK 我覺得 Sahi 欸你知道6號是我最愛的號碼嗎 是嗎 啊你知道我最愛的號碼是2號嗎 因為每次2號玩都很舒服 他們都一樣 他們都一樣 6號3號4號都一樣 繼續吧 好 好像喝過 他跟其他的口味不一樣 OK 有一點麥的口味 OK 所以我猜猜看可能是這個 喔 但日本那個一級本也是嗎 是 7號跟8號 都是比較麥的口味 OK 這個一定是麥的 當然啦 他說麥 對他說麥 哈哈哈 我覺得這兩種 他們的口味最清淡的 2 3 4 他們都是最清淡的 我記得 1到8你最喜歡哪一個 我覺得 哈哈哈 一樣 你知道我最愛台皮 但你怎麼知道是台皮 比較甜的 不是受不了的甜口味 但我覺得這個我應該 對啊 這個你應該知道吧 對 因為它的口味很 unique 對很特別 4號 百味 一定一定 它讓我想起來 跟我爸爸 跟你錄影的回憶 海尼根 可能是海尼根 OK 也可能是海尼根 我覺得海尼根聞起來 最特別的 嗯 口味不一定 但聞起來這樣子 比較特別 比較明顯 然後我們要猜 猜啦OK啦 夠啦 哈 清倒呢 6號 6號嗎 對 大陸的啤酒 比較沒有口味對不對 就是比較清淡 清淡 對 比較清淡 然後呢 他們都一樣 哈哈 他們都一樣 Yes 好 因為有麥口味 OK 就是麥口味比較重 很強 OK 啊 你們倆有什麼差別 算了 都差不多 OK 確定 所以我現在可以看結果嗎 可以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看看 Kobe的分數 第一 台皮 台皮 對 對 對對對 哈哈哈 超開心的 對對對 好 我認識了我最愛的 第二 Kidding 是嗎 是 第二是Kidding 你說這個是日本的 我就 然後你又指著那兩個日本的 我就 Oh my gosh 他好厲害 他好強喔 喔 不對 錯了 第三個就是 應該讓你想起 你跟你爸爸去錄影 是嗎 對啊 那我可以再喝 再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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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第三個 哇 很丟臉 我知道 他沒有口味 沒關係 你現在比較台灣了 他不是美國的 那我很好奇 4號是哪一個 等一下喔 4號 準備喔 I beer 7的 真的假的 興趣 5號 Asahi 沒有錯 Asahi 對 你好厲害喔 哈哈哈 超厲害的 好 6號 Tiger 真的 是 他是最沒有口味的 Tiger其實他是很清淡 是嗎 你忘記了嗎 對啊 新加坡怎麼了 第七 青島 我覺得最好笑的是 他覺得 這個一定是海尼根 他很特別 結果是青島 哈哈哈 然後第八 海尼根 What Yeah man 怎麼可能 對啊 雖然我知道 我還喝不出來 真的嗎 你得到的分是 第一 海皮 第二 Kidin 還有 第五 Asahi 就等於 Kobe比較了解 台灣的啤酒跟日本的啤酒 哇 我對白威很抱歉 什麼了 OK Kobe 3分 好 換我 OK 等一下 我現在有幾個手指 你有10個手指 怎麼可能 笨蛋 沒有 我們大家都有10個手指啊 喔 對 沒錯 我是笨蛋 你怎麼會有10個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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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了 哇 歡迎回來 謝謝 謝謝 欸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哈哈 哈哈 很好 謝謝 我盡量不要看它的顏色 另外可能有些人會問 為什麼這個那麼小 因為它們沒有大的 所以第一個 好難喔 超難 它很多紙的口味 我完全不知道那個是什麼 台皮 台皮蠻明顯的 除非我完全是錯 我現在很有自信 喔 台飛 等等 也許 我... 不要說什麼 哈哈哈 跟第一一模一樣的 欸 我不知道喔 可能是其中日本的 你為什麼覺得可能是日本的 因為它讓我想起 跟你爸爸錄影的時候 沒有沒有 沒有 你認識我爸爸 就有那個感覺 我覺得有那個日本的口味 這個很淡 我覺得辣 我不確定 我覺得 好 5 海尼根嗎 我不知道 不是 這個是日本的 這個是阿沙妃好像 我覺得5號是這個 因為它比較清爽 好 6 白胃嗎 我不知道 這個我喝不出來 它有一點點的苦味 然後比較乾 7 Oh my gosh 我完全不知道 有話直說 我完全不知道 這個太難了 7 目前沒有想法 喔 8好特別 完全不一樣 真的假的 嗯 每一種是最特別的 對你來說 這個賣味很重 等一下 OK好 哈哈哈 1號跟3號 完全沒有差別 嗯 3號比較淡 我覺得這個很好玩 Man 我已經不知道了 我那個味覺已經是 都一樣一樣一樣 這個真的很難很難 我試一下這兩個 看看 到底是不是一個太魚 一個阿沙妃 這個真的很難 對啊 我知道 我已經曾經了 我覺得我一定會0分 為什麼 有一點自信吧 我沒有自信 7號好像是青島 這個好不一樣 我沒有喝過這個 所以我不知道是什麼 為什麼我喝不了 海尼根的味道 對 我有一樣的想法 我覺得我想要把它放在這裡 哼 啊 我不知道 我要解釋的 為什麼我會這樣選 我要先說 我對自己完全沒有自信 這每一個我都不確定 但如果說 最確定的是哪一個 我覺得可能這個 台皮 也許阿沙妃也是 但是我不知道 另外那幾個呢 我越喝越多 嗯哼 我就發現 都一樣的味道 哈哈哈 而且再來就是 像你說的 都是那個紙杯的味道 嗯哼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是用玻璃杯 但沒關係 沒關係 就這樣 我的最後答案 好的 大家首先 好 神經病 看我得到多少分 那我說結果之前 我要問你一下 7號和4號有什麼差別 7號的味道比較多 4號比較淡 好 好 那我從1號開始 好好好 1號就是 對的 蛤 真的嗎 對的 我的天啊 沒有錯 哇 我從來沒有喝過的 我沒喝過的是對的 我是長這樣子啊 好 那2號的 這是你最確定的對不對 是海尼根嗎 完全 不對 2號就是 Kieran 對 所以 啊 糟糕了 皮包號也不對 當然 對 哈哈哈 哈哈哈 3號 跟我爸爸的回憶 很重要的啤酒 對 是嗎 對 對嘛 不對 我的天啊 也不對 這好爛喔 3號就是 Asahi 哦 糟糕了 你5號也不對 哈哈哈 魔忌很好 NO 等一下 這個Asahi 對你再喝 這不是Asahi 這個是Asahi啊 當然有 這個不是 給我啊 等一下我喝完了 然後我再 哈哈哈 色號呢 色號就是 白威 白威這麼淡嗎 先跟大家講一個秘密 Budwider是我爸爸最喜歡的啤酒 我們爸爸一定 對 一定會當朋友 一定是當個好朋友 那我以為白威的口味會比較多 因為我們以前大學會喝什麼 Bud Light 啊 白威更淡 就是比較少 calorie的一個啤酒 所以它的口味是非常淡 因為我覺得Bud Light是很淡 普通的白威應該是OK 不會那麼淡 難怪 難怪 真的 嗯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們都Fail America 我覺得我最Fail是我沒有猜對台P 對 沒錯 5號 劉沛 請問一下你在大陸過了幾年 兩年 兩年 所以你覺得青島很舍對不對 5號青島 你都會有一個吧 我好爛喔 怎麼辦 沒有 你還好 還好 只有一個而已 而且我從來沒有喝過的 對 哇 T恤好厲害對不對 哈哈哈哈 好 那你說6號很特別對不對 菜害你跟錯的 啊 那6號是什麼 台P 你們有沒有記得我最愛的號碼 就是6號 我給你一個很大的T恤 對 我應該用那個 喝得出來嗎 喝不出來 T恤 Tiger 最不一樣的 就是我問你的原因 最不一樣的是Tiger 他們都很淡 我自己喝不出來 那最後一個8號 你覺得最特別的 海尼根 Oh my gosh I can't believe 我沒有喝到海尼根 所以 等一下 我續學不太好 我自己 1 2 3分 對不對 我等一下算好 好 好 你算一下 嗯 1 plus 0 1 minus 0 1分 我贏了 輸了 哈哈哈哈 超級難的 美根 這是你的 turn 朋友美根 YES 首先 非常抱歉 所有愛喝啤酒的朋友們 我以為我很可以猜得對 結果我很爛 沒有 你一個猜對了 美根 你很厲害對不對 我也是 Kobe 3分 我1分 我會獲得8分 來 加油 但不要看顏色 哪一個 喝這個 我認為是沙嗲或是Kiren 很興趣 這道菜味道不太好 這道菜味道 這道菜味道應該是 鰻 這道菜味道應該是 Budwiser 其實 我認為這道菜味道應該是 青蕉 我認為這道菜味道應該是 我不知道什麼是 繼續繼續 你做得很棒 你做得很棒 我真的覺得那道菜味道應該是 我不知道什麼是 所以我會說這道菜味道 他們都差不多一樣 那我剛剛說了 沒有分別的 我沒有吃過它 我的天啊 這不吃得好 這不太好 我沒辦法 我不喜歡其他 我不想喝啤酒 準備嗎? 最後答案 對 你想放進去嗎? 對 好 準備 放進去 首先我要跟大家說 其實美根很不喜歡台啤 如果你覺得 喔 不好喝 不好喝 哪一個是台啤呢? 四個? 因為我真的不喜歡 兩個 不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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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進去 放進去 我放進去 準備嗎? 第一 愛啤酒 二 Kidding 三 海尼根 四 台啤 五 百威 六 阿沙 七 Tiger 八 青島 我剛剛說了 我都會得到他們 反正美根不太喜歡喝啤酒的人 我們今天第一次的 劉沛踹踹看 就是這樣 當然今天還是有個喜歡 想問一下你們喜歡這個系列嗎? 以下留言這裡也有投票 當然我們必須要感謝 我們特別來賓 Kobe 謝謝 謝謝你今天來 也謝謝你 就是打敗我們 我們現在也知道 其實Kobe比較喜歡台灣的啤酒 跟日本的啤酒 那我呢 什麼都不了解 所以你看我喝啤酒 我講任何東西都不要相信 美根比較喜歡威士忌 所以可能下次就直接不同的威士忌 你覺得嗎? 哇! 好危險 再看吧 我不知道 反正這個是完全新系列 大家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 更喜歡 就分享 訂閱 有可能會看到最新的影片 你最棒 記得按鈴鐺 Cedric加油 剪這個影片的時候加油 就要剪掉很多汗 Cedric加油 好 Cedric 你就是那個人 你應該在這裡幫我們喝的 Cedric加油 要不要一起喝 我的肩膀很棒 哈哈哈哈哈